PM2.5 問題 台電從去年11月開始 就配合地方你所謂的 紙報 紅燈 紙燈這個東西開始降載 去年11月8號到今年 今天是11月12號 剛好一年 一年降了11次 降載降了11次 它中間有配合基礎的 基礎的檔檔檔檢修 也許各位會奇怪說 為什麼這個所謂PM2.5的紙報 會發生在這段時間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大部分都是從10月到隔年的5月 這一段發生的 這是什麼呢 天氣因素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剛剛洪流也有提到 台電不是所有PM2.5的第一最大貢獻者 境外移來的 移動性污染源 餐飲業 營造業 這個都比台電的貢獻還大 可是因為什麼 境外移來的我找不到人 移動性污染源我也抓不到人 餐飲業太多了 一兩萬家 最好抓的就是台電 一個基礎那麼大 貢獻那麼多 全亞洲最大的火力店長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台電我們不承認 我們有這方面的應該要負的承認 所以從最近一來 我們做了很多貢獻 比如說剛剛台中火大那個部位 我們提到台中煤廠的室內化 我們有做了 可是這個做了 就是把露天的煤廠變成室內煤廠 可是這個計劃在做的時候 我們在評 我們台電的計劃必須經過政府審核 環境審核 通過自己籌錢 預算是在編進去 可是台電自己籌錢才能做 可是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講比較好聽的 我不是扯台中市政府的 台中市政府反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完工時間是在 第一做煤廠是在110年 市政府要求在107年底 一定會完工 中文可以做得到 台電做不到 台電要供應事業 它必須有預列編算的程序 還有預列採購法的限制 我沒辦法做 我做不到 我只能做到107年底 我只能做到絕標 可是市政府說這樣不行 到時候現在 從事業婚報行政院報復 到現在還沒合下來 你說台電業不願意做 我願意做 還有我們在做台中一到四的物量改善 從明年的二月開始 要做四年 不是要做那麼長 因為我們每一年 利用大修的期間 把大修時間延長 然後做停機 一到二號 三號 四號 停機要做大修物來改善 要做大概有四年 我沒有做 第三個就是 我們像最近有一幾次 因為供電不足 各位也許會奇怪 為什麼我現在進入秋天冬天 為什麼供電不足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以台中來講 台中有十部南美基礎 從今年十月開始 到明年五月底以前 我有五部的基礎 要進行大修 也就是所有 我所有在慶年間 這慶年間都是一間 所有操作過了 南美基礎 所有都要進行年度的大修 我一年就要至少五部 我十部我隔年再修一次 所以會冬天會限電 或是這個限電 化身PM2.5出的氣候因素以外 我台中電廠 為什麼有十後 白天健康沒辦法降載 是因為我所有南氣基礎 都在運轉了 我再降下來 就會產生缺電限電的現象 所以我們最近 叫全宜的措施就是說 半夜離空的時候降載 半夜離空 各位可能在睡覺 可是對PM2.5 這些大氣的漂流的問題 還是有一些影響 還是有減輕的效益 所以我們還是有繼續講 除了這個 每場室內化的改善 降載的改善 我們還做一個 台中 我剛剛講十部機 11、12號機 我們已經在做規劃 做什麼 南天能級的電廠 可是這個東西 涉及到很多因素 天能級接受站的時候 要一段時間 跟台中港 台中港務局 談這個土地的問題 電量級的供應 然後現場供給 做環境 大概我估計大概 114、115才能上來 因為所有的東西 都必須遇到政府的程序 台電不是沒有在做 只是說我們沒有 做成紀錄片 或者在電視上大肆的宣導 所以各位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台電的奴隸 這是有關這個 至於剛剛講的 我特別再提一個 因為我昨天在看一個資料 大家以為台中十部南北基礎 是所有PM2.5最大貢獻的 事實上 環保署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我們台中十部基礎 如果全部改燃器 燒電燃器 對PM2.5的貢獻有多少 我跟個報告 環保署的報告是 PM2.5的消減是1.32%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環保署自己做報告 不是我的報告 也就是說PM2.5真的不是 台中電廠最大的 是一個最大貢獻者 至於這個 還有剛剛主席有提到說 台壇的延伸策 我跟各位再報告一下 我們台政府的會合 什麼是地方政府的五媒 我們就這兩點發表一點意見 目前台電系統有三座核能電廠 有六部基礎 目前只有三部基礎在燃轉 核一一部 核二一部 核三一部 到今年底 核二廠有一部又要下來 到明年六月 核一廠又有一部下來 也就是說到明年六月 如果除乾式儲存燃料格價沒有解決的話 明年六月以後 大概只有六部可能性 只有兩部會才運轉 另外這個 像這個南美的政策 以台電目前據我知道的規劃憲 是以天然氣為主 南美會合 因為我們要考慮的是什麼 考慮的是人員安全性 各位我們一般百姓的話 我們才不管人員安全性 可是政府也要考慮 人員政策也要考慮 因為什麼 我們天然氣 我們講周轉量 大概只有七到四天 不管發電或是日常免 這意思是什麼呢 我天然氣如果斷氣的 我天然氣的功能 可以自主七到十天 我南美可以自主 大概三十到三十五天 也就是說我假設說 現在台電的氣球 全部是燒天然氣的 我如果一個颱風 剩下兩個颱風來 全部都沒電了 所以我考慮 政府要考慮人員政策 是考慮多元化 我們之前講的 和人 南美 南氣 綠人 或是水利 全部的這個都是一個綠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考慮 人員安全性如果沒有的話 全部是天然氣的話 我想到時候會 大家如果是天然氣 跟戰生能源的話 到時候一定會面臨 所謂缺陷電的一種危機 我不講危險危機 缺陷電危機 如果空電不可靠的話 又要面臨直擬 就為經濟環境 因為經濟環境 經濟市場一定會比較差 外來投資少 廠商不願意 廠商又要出走 影響的 不是你我而已 你的子孫 你的父母兄弟 你太太你配偶 可能這些廠商 那就會要出走 出走的話 因為供電不穩定 各位你看一下 台電去年還要得到一個 全世界第二的 供電委定 電力供應的責任 可是這種東西 如果在整個政策 沒有全反考慮 所謂人員供應的安全性的話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種影響 三年五年看不到 可是五年十年以後 就會看到影響了 今天台電 今天不是只有中午而已 對吧 所以你呢 極盪他用Q號 說會缺電 不好意思 能源安全 所謂安全 不是只有缺電 它是安全 能源會不會害人 這是安全呢 我說病人安全 甚至要考慮病人很多問題 不是說 考慮醫生沒有考慮 所以沒有醫生 這是病人安全的一部分嗎 當然沒有醫生 當然沒有犯罪 沒有得到照顧吧 對吧 我同意 但是所謂能源安全 不能實在講 你缺電 對吧 拜託 能源安全 把能源的空氣 造成團健物負擔 安全 也算是在這裡 對吧 可以嗎 你覺得我這樣說而已嗎 能源安全 只有缺電 沒有缺電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 是你這裡就是這樣 來 我不論我這樣 因為 台灣的能源百分之九十八都是進口 所以 不是自產 進口的時候 你就必須考慮很多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我沒說安全 你要考量 不是只有 原發電沒有發電 缺電的問題 所謂安全 要考量它有沒有害土地 害人民 害什麼的問題 我這邊只有一句話 套越記 這個陳醫師講的 潘血 有關能源政策 我這個立場 我沒辦法不予自作 因為這是涉及到國家人源政策的問題 那我其實住在台中已經快要五十年了 真的半個世紀了 因為上個月子報的關係 讓我的家人 我的小孩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自己也是 還有我的同事都是 所以我們也都拼命的打1999去給市長 那上個月子報的情況 我想在座每一位 只要是台中人都知道 今天早上也子報了 早上九點這個座談會剛開始 柯博館附近就是130 超標量多 現在我今天因為很忙 沒有辦法直接過來 我就不斷的在看直播 然後我想講一下就是 我詢問了市長 市長回答了這個 關於子報說怎麼處理 有關台電的部分 他說了就是剛剛副署長有提到的 109年 台電跟經濟部申請180億元 預算新建三座倉庫 預計107年動工 110年前完工 這個事情剛剛副署長提到 但是市政委又回答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意思是 已經跟台電達成共識 要求台中火力發電廠 逐步太換燃煤機組 改用天然氣為燃料 四年內減少生煤使用量40% 但是我剛剛聽到副署長的發言 也有提到 似乎不太贊成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他說了環保署有個研究 他說這樣用天然氣的話 只能夠調降PM2.5一點多% 我不曉得這個數據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很希望莊老師可以 是不是能夠提出一個解釋 或者是說說明 是真的這樣子嗎 如果是這樣子 為什麼台中市政府 還要跟台電達成這樣子的協議 那如果台電不贊成這種方法 認為無效 對空物這個東西無效 那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 包括中電北宋這種程序不正義 究竟要怎麼處理 還有包括 直到很嚴重的時候 上個月 台中市政府曾經要求 火力發電廠降載 那火力發電廠告訴一句 便不夠 拒絕 那這件事你又怎麼說呢 剛剛副署長提到了 你們降載了11次 問題是 是在即時的時候降載嗎 在我們需要的時候降載嗎 如果不是 這11次跟110次又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環保署 我並沒有做出那份研究 然後就說 到6 那現在比較乃及 我剛剛講的是 吹海風的時候就會進來 所以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只要求說 台中電廠 平常我可能可以忍受 沒有關係 但是 要止暴的時候 麻煩你一定要降載 要降載 那第二點還是要回應一件 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台中市如果空氣 真的要降下來 要降下來的話 那反而是 剛光調的台化氈化廠 反而是鎮農鋼鐵 反而是鎮農紙廠 鋒芯鋼鐵 它就是載過到1號 3 大家開走過 1號就是 這個所謂的台1線 台3線 你平常就看到它了 所以就是說 這些氣墊工程上 會比較大的 應該是我們台中前20大的污染源 這些在台中盆地裡面 這些前大污染源來講 無論吹東西南北風 它永遠就是影響台中盆地 我想這就是 上次在9月多的時候 我們希望台化能夠 就是有關許可的部分 要考慮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學界知道說 這個是關鍵 這是關鍵 那 那我覺得說其實 那個綜藝在這邊 陳科長在這邊 所以 台中環保局 他也在做這件事情 那他現在準備對這些 藍煤燒粽油的這些鍋爐 那希望他可以改燒天然氣 那台中市這邊 還有一個自治條例 有一個特別條例 可以補助 每個鍋爐改天然氣 要補助他30萬 那當然這個 沒有幾個根本問題 我們現在知道說 根本的問題是 像彰化 彰化環保局的科長 跟他通過好事 彰化 彰化有人在嗎 彰化有人在嗎 好 對對對 記在這裡 那他們就說 這個天然氣管 那現在這天然氣管的部分 都要葉子出 都要葉子出 那這個金額是很大的 就是上千萬 或者將近千萬這個數字 所以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push下一件事情 如果中藝這邊跟那個基政這邊 以後我們的中章 中章頭 大家是不是可以 討論一下這些 所謂的中型的 中 中部前20大陸來 海邊那個扣掉 這邊如何去 把整個天然氣管 再來重配 或者怎麼樣子 那大家有個計畫之後 我們再跟環保署 或者跟經濟部去談 那如果那樣子的話 要保證我們中部的空氣 就跟宜蘭花蓮一樣 那個是關鍵 那海邊這幾個大陸來源 就是 覺得有點自私一點 就是最好是指爆不要進來 但是平常時間 它其實造成高雄的紅色警戒 所以也不能先 所以我們最好還是非核無煤 那當然 那剛剛這次談的PM2.5問題 那另外很關鍵的是 藍煤不能存在的原因 是因為 它原生性的PM2.5 它排放量表面上不多 像環保署大家看到 佔比多 都是講原生性的PM2.5 前幾台公告 對不對 原生性工業不多 又減少了什麼樣子 但是 工廠的原生性的PM2.5 裡面的重金屬 代號性都在裡面 汽機車 沒有什麼代號性 汽機車所有加起來的這些 代號性排放 只是佔中了4%而已 但是工廠就佔了很多 那在重金屬來講 藍煤的氣電功能 藍煤大概佔50%以上 所以對我來看的話 藍煤之所以 我們要非 無煤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中部 有非常多慘痛的經驗 比如說你看 鋒心鋼鐵那邊 後裏的癌症就特別高 台化那邊 彰化師的癌症 就比臨近的多 那 彰化師的癌症 就比臨近的多 這邊癌症就比較高 那在 六星賣了下落 癌症就特別的高 你看東部 蘇澳的水泥場 整個宜蘭空氣好 但是蘇澳水泥場那邊 癌症就特別高 所以你看所有的藍煤基礎下面 那個象徵癌症就特別高 所以在我們就一個 PM2.0雖然很重要沒錯 但是原生性PM2.0 尤其是重金屬代號性更要管 所以我想我一直在猜疑說 非核無煤 主要那個 一個原因是在這邊 那當然現在 經濟已經可行了 現在我想 追證 我想前陣 林市長才把說 重油換成天然氣之後 發現它好像幾年 就可以回收 那個數字出來 所以現在天然氣價格 已經到一個 已經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現在只是國家需要一個 比較大的力量 把這個正式成為國家的政策 當然最好是從中雲家可以先想 因為台北的官員真的 比如說林泉院長 他一天要處理多少事情 空的事情佔他的時間可能 他七月月花那麼多個禮拜 你不要跟我們講講 花已經不得了了 你還能想像他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當然很多部分其實 我是覺得我們中部的 就是包含台電公司 中農 其實我覺得 其實現在是一個平台出來 只是說 我們可能還沒有形成 比較大的力量 把具體的做法做出來 以後我們只請說 署長說 那你就非常的需求 你就環保這邊怎麼做家園 那金建退呢 我們的金發局這邊 就是我們大概 台中市彰化都有金發局 那金發局這邊 在燃氣這邊如何去配合 那大家提一個 比較完整的東西 跟中央台 那中央台 那一核定之後 我們中部的空氣 就跟 跟宜蘭花蓮差不多了 我覺得很關鍵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面對台灣 過去60年發展路線的重新檢討 為什麼我要講 過去60年發展路線的重新檢討 因為我們過去60年的發展路線 就是炭籍的好 炭籍的好 你可以看剛才那個 那個導演的紀錄片裡頭 其實他有特別去強調 就是六清所製造的乙烯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柴油或什麼 他是賣給國外的 講好聽的叫創造外匯 可是那都是六清的利潤啊 可是我有去看日本的資料 他們的乙烯是以國內使用為原則 那做外銷跟國內使用為原則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在做這些的過程當中 會形成非常龐大的共濟汙染 水源汙染 還有非常嚴重的這整個環境的耗損 算句話說 我們有必要去承擔六清的外部成本嗎 我對不對當然不要啊 因為現在的整個PM205的第一大製造商是六清 第二大是中油 第三大是這個中火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那我們就應該要去檢視 就是六清在製造這些汙染的時候 他們奪取了我們多少的資源 我們的自然資源水資源也被六清奪取了 然後我們的這個空氣汙染 比如說他的二氧化碳排放 佔台灣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然後還有這些PM2.5 我們怎麼辦 那我覺得第二部分的我們怎麼辦 我剛剛也跟這個莊老師在討論 我覺得我們空汙法要修正 那這個空汙法要修正的時候 我也請教過詹長全老師 最起碼最起碼我們應該要防堵他 比如說他一旦製造的時候 我們就要讓他減量 這件事情不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 而是一定要做到我們要怎麼做 不要去跟我們講說 現在台灣用電量很多 我們不要去想這個 我們就是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除了廢核之外 要去掉那個用燃煤的發電 所以我要說的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去調高公務費的時候 我們也要把那個管制的標準 再去重新訂定 那個管制的標準之所以 要去重新訂定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的那個管制呢 坦白講台灣的污染跑得比較快 然後研發研究 就是說這個到底這個污染源 對環境造成什麼影響 對人的身體健康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是比較慢 比較慢不是我們不做研究 而是這些六清的這種廢棄物的污染源 是不斷的在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去促進 而且要去壯大我們的研發 可是現在我們對空污並沒有災害防治 可是空污也是一個災害啊 它只是因為在空氣當中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災害防治 甚至於空污到一定標準的時候 也要達到像災害防救法這樣 它的機制要整個建立起來 然後怎麼去防備 我覺得這個也是這次都商必須要做的